又爆食安问题 新北市卫生局持续清查 双棚黑心鸭血产品流向 到今天全部稽查完毕 在新北市光是今年 可能就有超过10吨的黑心鸭血 被民众吃下肚 经过卫生局调查发现 光是在今年双棚就提供了 超过12吨的黑心鸭血 给新北市的11家业者 其中5家业者都已经陆续完成 自主下架回收683公斤 其业者表示 连续到今天为止 问题产品都已经卖光光 11家业者与前一天公布名单大多相同 都是设在新北市的分店工厂 包括鼎泰峰 千叶 宁记 马辣 鼠山传 海燕 华山叶 郭大爷 阿关等 台中部分在36家餐饮业者当中 有33家餐饮业者曾经购买双棚黑心鸭血 包括鼎王 老四川 先有大象牛排 贵族世家 三妈 宁记 小肥牛 千叶及阿关等 十多家知名餐厅连锁店遭到波及 目前都已经主动停止使用 在各餐厅现场共销毁产品60公斤 封存435公斤 新导人海电视 中理报道